苏亚雷斯 另外 她值得一提的 就是与初恋妻子的爱情故事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炫妻狂魔吧 你好 我是Luis Suárez 我的努力和集团 都引起我现在的 今天将来到真正的Luis Suárez 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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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欢迎我们都非常喜爱的 苏亚雷斯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我们四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在之前见到过你 你还有印象吗 你能猜出是谁吗 有印象吗 我们一会测试一下 如果她记得你的 她就说明她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但我不去学 不一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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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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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 好开心 她先记得我 我要把我的仇衣拿出来 这个是上一次你送给她的礼物 她一直戴在身边 对 她觉得很珍贵 因为大概是14年的时候 然后她亲笔帮我签了名 而且签了两个 好感人 武艺 你人生有了光华 对 好开心 突然 前面巴萨前面很像 她是巴萨球迷 铁杆的巴萨 巴萨 死终 其实在中国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你 然后也经常会谈论起你们的每一场比赛 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要给你展示 好 非常感谢 好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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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中国我们看球的时候因为有时差 所以我们要熬夜 但是在熬夜的时候我们会吃很多的东西 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些 你可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你平时喜欢吃什么辣的甜的咸的 还是哪方面的 不是 是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这个 你都吃了 全是你的 这个是中国球迷看球的时候非常喜欢吃的 对 但是这个是有点辣的 这个是有点辣的 一点点 我还不喜欢 但是没有辣的 我喜欢这个 很喜欢这个 你喜欢它的造型吗 什么 然后 这个是中国非常有名的食物 所以你平时会吃这个东西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但是要开它吗 对 刀子 对 然后打开 打开我们吃中间 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在中国叫毛豆 我可以收藏这个吗 可以 他说他要收藏这个 收藏这个 收藏这个 然后这个是蝉豆 蝉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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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吃 很好吃 那这一盘都送给你 然后我们在看球的时候还会喝啤酒 你平时的时候 在休息的时候喜欢喝一点吗 对 但是在游戏里面 酒量好吗 不 只是平常 因为给孩子 我们可以避免看 在中国看球的时候 除了小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管它叫做 幸运豆 就是好像一般吃了这个东西 你就会有很强烈的幸福感 好 我会吃一个在游戏里面 是吗 我们今天带来了一些在这边 你想来看看吗 来 欢迎 在中国的幸运豆 我们有三个调味包 这边有几个调味包 在这个幸运豆里面 完美 一般都是一个 所以我们这个很丰富 然后味道也很好 我们先把它都这样 一个一个这样倒进去 你的厨艺好吗 不 那这个就很方便 很少 一般在你的家乡 就是球迷在看球的时候 都会吃些什么东西 在我的国家 在俄罗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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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然后我们用水 这样倒进去 我能给它擦手吗 可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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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再 我们要等两分钟 等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小窍门 一般我们会这样 你看 这不是个叉子吗 这样 它就可以这样 这样都可以逆锋住 是不是很神奇 你需要多久 三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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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问一下它就是对 2018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 好 首先 当然 所有组织 都能赢得到 所有组织 都能赢得到 每个组织 都能赢得到 每个组织 都能赢得到 世界杯 我觉得 世界杯 很漂亮 首先 俄罗斯 我们好像是 对着三桶面 在许愿 现在 好 幸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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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给大家看 国家的好运 对 对 应该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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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帮我家的一口 可以 可以 我们后面有一箱都给你 完美了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心理测试 这个测试可以反映出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 完美了 你走到了一个森林里面 你看到了一个动物 你会想到是什么 狮子 狮子 森林里遇到的第一只动物 是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这很符合它 真的它有个纹身狮子 准不准 准不准 觉不觉得我们这个测试很准 你走着走着 出现了一道墙 你准备怎么样过去 选择其他的路 选择其他的路 对 相信苏牙是在实践中学会 应来不是好的解决方式 当你遇到一个墙 你选择其他的方法去走的时候 就说明你遇到问题 在解决方式的时候 你会选择其他的路 去解决 这说明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对 之后你翻过了那座墙 之后出现了一座房子 你认为这房子是什么样子 木屋 木屋 你看到的木屋 代表你心目中 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对 所以你心目中很向往的是一种 很简单的生活方式是吗 对 我觉得是 人们在搜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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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样的材质 好像九星 独爱六枝花 范爷我很是期待第二季 与梅西的见面 他到底会选择几枝花 桌上还个杯 选择几枝花 桌上还个杯子 你认为里面有多少水 在桌子上一杯水 它代表了说你对生活的期待 就说明你的生活 还会有一个新的 崭新的一个上升的点 也许会在18年的世界杯 会有一个新的 你的事业的制高点 那我们一起祝福它 对 完了之后 你出了这个木屋 就一直往前走 一直往前走 你还在森林里边 眼前又出现了一只动物 你认为是什么 大象 我们了解到 您跟您的妻子 是从很小就认识的 然后一直感情都很好 让人很羡慕 对 我最深厉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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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为您的妻子做过 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吗 我最深厉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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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我最深厉害的 我最深厉害的 我最深厉害的 是当我们开始了 我们的情节 在 我走过 我20公里 我最深厉害的 难道现在欧洲 或者是球星界 也流行洒狗粮了吗 范爷 我是被喂饱了 你可以给我们形容一下 你的妻子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吗 当然 我最深厉害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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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刚才的测试 最后你遇到的大象 就代表你心目中 希望另一般的性格 是什么样的 中国人的眼中 大象的性格 是很踏实 很淳朴 然后呢 可以在后方 为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然后呢 可以在后方 为你解决一切的问题 那心理测试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跟你再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我们每个人 可能会比一个动物 然后呢 你可以猜一下 我们比划的是什么 因为我们比划的动物 都是有我们的理由的 我们比划的动物 都是有我们的理由的 好 完美 来 彻彻先来 好 开始 童童 你很厉害的 这么简单 就猜到了 为什么我会比喻这个动物呢 因为我觉得 你在比赛当中 然后呢 不管有多少困难 都会坚持到最后 扔到九十分钟了 其实有时候是落后的 你都会去向门将去追求 反正就是坚持不懈吧 坚持到最后 对 我觉得 我比赛当中的 比赛当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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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 没有 但是我一直在做的 我一直在想做 就是在球场 所以 我最喜欢的 其实 我都会比赛当中的 比赛当中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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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爸爸 真的是好爸爸 来 下一个 曾凯 来 快 我做一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他惊呆了 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 简单一点 就是 足球 它是个团队的运动 狼也是一个团队行动的一个动物 它敏锐度很高 它在捕食的时候 需要团队的一些配合 据我所知 他现在在联赛中 祝宫榜应该是排在第一的 所以我觉得狼 就是一个团队精神的代表 它就是狼 对 是真的 今天很开心 我们可以请到苏雅蕾斯 跟我们做这么长时间的互动 拜托 我的喜悦 也让我感到很舒服 希望对于我们中国的观众来说 会有更多的机会 可以看到你 对 我希望有一天 我会有机会 我非常感谢 祝你一切胜利 谢谢